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現在的社會手機已經成為 不可以缺少的電子通訊設備和娛樂設備之一 手機可以為大家帶來快樂和方便 但手機都有可能為身體帶來不適和癌症 之前醫學權威雜誌癌症上有一項研究表示 通過了對464,371人進行了12.8年的除訪後發現 夜晚的肛源可能增加甲狀腺癌的發生風險 其中接觸肛源最多的一組 跟最少的一組人群相比 前者患甲狀腺癌的風險增加55% 尤其是女性更容易在肛源的接觸中患上癌症 夜晚的肛源包括小夜燈 室外燈光、手機、電腦和電子產品等產生的藍光 當然這只不過是一種可能 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結論 有研究認為手機輻射和甲狀腺癌沒有明顯關聯 也有研究認為這種關聯僅限於 少數具有特定遺傳特變的人群中 無論如何 夜晚的肛源對調節睡眠的重要激素 退黑素有抑制作用 時間長了日夜的節奏就會發生混亂 就會影響人的心血管系統 內分泌系統和神經系統 當然除了上面講的健康危害 睡覺前玩手機 更可能增加我們患抑鬱和痴癌的風險 又會引起視力下降和加速皮膚衰老 過份玩手機傷氣又傷血 在中醫角度說 經常玩手機還會給身體帶來很多傷害 一 傷神 傳統醫學認為 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意思是說 耳根清淨不拘離於瑣碎的事 這樣才活得自在健康 每日看手機接收大量訊息 容易刺激心神 令人不安 缺乏內心的寧靜快樂 二 傷氣 中醫認為 五臟六腑的精氣皆上行於頭面部 氣息運動對維持身體狀態非常重要 人體而言自得時 呼吸到立的過程聲稱降續可以排出病氣 經常都看著手機 二 人體的訊息會跟著訊息、視頻等的內容 會造成緊張和鬆弛 這樣會打亂氣息運行的基本規律 體質自然就會跟著變差 三 傷血 皇帝來經宋問篇 狗視傷血 意思是眼與血的關係最密切 長時間看著屏幕 一就是血液流動不暢順 會引致氣滯血雨 二是過度熔眼 會消耗氣血影響事物 肝開效於木 木受肝的精血滋潤和滋養芳能事物清晰 若無滋潤或滋養就會眼乾眼疊 玩手機要有節制 手機是在現社會工作交際不可以缺少的設備 完全不用是不現實的 但一定要科學地使用 一 避免狗視 電子產品單次使用不適宜超過15分鐘 讀寫連續用眼的時間不適宜超過40分鐘 每次看40分鐘就要休息10分鐘 休息的方式是做轉精工 每日睡前醒後 冷珠順時針逆時針擱轉36個圈 二 不要長時間佩戴耳機 使用手機盡量用抗音 不要長時間佩戴耳機 三 定時休息 用完手機之後 要注意安心凌晨 要學會處理完一件雕一件 避免前師後想 四 健康茶飲 如果不可以避免需要長時間使用手機 平時可以用玫瑰狗機等待茶飲 如果你習慣睡覺前玩手機 就一定要做好以下防護 一 亮度調到最低 盡量選擇夜間模式 調整手機屏幕的亮度 最好轉做夜間模式 避免手機屏幕對正眼睛 將手機向下傾斜45度左右 避免藍光直射眼睛降低傷害 二 開燈 在黑暗的環境下 人的瞳孔會擴大 這樣會很容易令到眼睛疲勞 有發眼中風 青光眼等問題 因此晚上玩手機 都是開盞燈好些 三 盡量不要打側睡在這裡玩手機 要睡平來玩 養我的姿勢不會壓迫到另一邊的眼睛 亦都不容易令到頸和手肘酸痛 相對來說 對身體的傷害是最小的 四 盡量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如果玩手機的時間連續超過一個小時 不單止容易引起視覺疲勞 和節狀體緊張 還會引致大腦需要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接收外界訊息 使得記憶屏蔽 記性變差